还有点距离啊 非常的OK 好 我们眼前的这一款蓝色的小SUV呢 就是别克昂扬 这是别克呢 算是为中国年轻消费者达到了一款轿跑式的SUV的车型 那你可以看到整款车的前脸和别克家族的其他车型都不一样了 就是他们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这个设计风格是不是有点像Lambergini World 看上去还是比较运动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 上方的是日行灯 下方的是它的远见光 一体的大灯 整款车的车身长度呢 是4米638 还没有到4米7 但是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米7 你可以看到整个车身的比例 看到了吗 短前旋短后旋 非常标准化的运动型的车型的这么一个布局了 周续很长2米7 所以一会我们体验一下它的后排空间 腿部空间看看怎么样 车尾的后半部分呢 就是轿跑SUV这种苦配造型了 这里还有个小压尾 非常精致的小压尾 你后期呢 加装一个黑色的一个装饰 或者是弹纤维之类的 看你自己怎么去加装了 还是非常运动的 那下方呢 就是一个隐藏式的排气了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其实它的整个尾灯呢 也是别克家族的 这么细长条的设计风格 正好和车头 它的日行灯呢 进行了前后呼应 那么这款车呢 在某种角度上 应该是 这种角度吧 是不是有一点旅行车的感觉 别克的新标 昂扬 首款搭载新标的车 好 我们现在呢 进到了昂扬的车内啊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坐在了副驾驶 之所以坐到了副驾驶 就是为了很好的 给大家展示这块曲面屏 当然它是两块屏 组合在一起的 它从侧面可以看到 是微微的 有这么一个曲面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这款车的配置还挺高的啊 流媒体的后视镜 你可以看到 它的天双尺寸不大 毕竟它是一款 轿跑型的SUV的产品 你可以看到了机械拍档 现在都是电子拍档 它还使用机械拍档 2米7的轴距 后排表现怎么样呢 因为这是一款轿跑的SUV 头部空间 大家看一下 还有点距离啊 腿部空间 非常的OK 从天津呢 开到了青春岛阿纳亚 然后呢 这一档距离呢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 这款车呢 陪伴我这么长时间 还得返程 返程还得要两个半小时 然后这款车呢 给我的感受就是 虽然它的动力呢 是1.5T 250牛米的一个扭矩 参数上看 并不是特别耀眼 而且配的是CVT的变动箱 似乎和运动气质呢 不算太搭 但是实际 脚感来说 它这个1.5T调的油门 非常的灵敏 再有就是 它的刹车出段 还是非常的迅速啊 但是中后段 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软 好评的话 就是它的底盘 非常美细 很舒服 别看它是一款运动型的SUV 它的底盘过滤的是非常的迅速 唯一要说的缺点 就是这款车 它的隔音 不是特别的好 胎噪啊 还有风噪路噪都比较高 那又回来想 这款车目前官方的起售价 是15.29万元 店里能给到 差不多三万多的一个优惠 所以15.3 12万多 那么一个起售价 你们觉得怎么样 买不买它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进留言 好 我是你们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了